不要再誤化女性了 好不好,我結婚的人了 我來去TANK來幹什麼 他幫我聽一下聲音 我麥克風幫我們裝盤 剛剛掉了,我不知道 怎樣才是正的 那這發歌 有牌子才是正的嗎 YAMETE 阿呆,我聽到TANK 你又出來啊 很小聲喔 那轉回來 這樣咧 我不會再被騙了啦 阿呆,你是不是想騙我 好,那就 相信你是對的 我信你是對的 該離開的人是我 我,你看 你媽的放屁 我剛剛第一次就是對的 你看 有人嗆了 剛剛那樣比較大聲 阿呆,你又胡我 你又胡我 我沒讀書,你不要騙我 晚安,晚安,晚安 好啦,大家晚安 這樣好聲音喔 不是中國好聲音 台灣好聲音 這樣好聲音 ㄟ,這個禮拜又過了這個 喔 你們剛放完連假齁 我說對連假沒什麼感覺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還是只有休禮拜天而已 連假好像跟我們都沒有關係 怎麼會這樣 大家都吃飽了啦 我沒讀書 對阿,沒讀書 我沒讀書 不要騙我耶 大家都吃飽了啦 大家都吃飽了 現在那個台中的那個 缺水有比較好一點沒有 有一個很感動就是 我可能下禮拜會去台中 雇一台車 然後那個 要賣我車的那個粉絲朋友 他就說小四哥 因為最近 這個 我們這邊在缺水 那如果到時候你來 姑姑車 我沒有辦法洗車 你可不可以不要扣我的錢這樣 然後我說 有你這樣子的發言 人機幾機 人膩幾膩 人膩幾膩的精神 我怎麼可能扣你的錢 衝著你這句話 我們還加價買 對不對 這種優國優名 然後那個 還有粉絲 請我在直播上面宣導一下 就是說 因為現在缺水了 大家還是這個 能不洗車就少洗車 好不好 再次宣導一下 雖然這個北水不能 難送 無法難送 但是我們還是這個 不要說好像 人家沒得吃 我們吃得很開心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這個煙荒券講的沒錯 我其實只要多去台中逛一逛 這個滿地都是濕答答的 可能就比較不會有缺水的問題 無奈最近我在台北有點忙 我一定要抽出時間 到這個東南部去逛一逛走一走 解決這個缺水的問題 好啦反正大家就是這個 有水當失無水之苦 無水還是要失無水之苦 大家這個省點水 這個禮拜跟大家分享什麼案例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兩位粉絲 有來找我說 他們想要找一台小事沒有的車子 然後呢 他們也去別的地方看了這個車子 拍了一些照片來 那讓我來幫他判斷一下 可是很可惜 其實人剛好他來的時候我在現場 那我看了他的照片 我也沒有辦法幫他判斷說 車子有什麼狀況 因為其實 除非他很嚴重 要不然你要評一個照片 然後因為我們還要去看漆的新舊程度 還有我們要去看很多的細節 包含內裝的感覺 跟他的氣味 跟他用車的狀況 引擎底盤 我覺得要估車 真的需要注意的東西 有一點點多 有時候我都覺得說 不是我不願意在線上回答你們這個問題 那也不是我們小氣說 你不要幫他買就算了 再來給他取經 有沒有就是去那個酒吧 對不對 就遇到一個辣妹 你說小姐摸一下奶 給你一萬塊 對不對 成交小姐說好成交 然後小姐就 欸 聯奧就拍出來 有沒有 然後你就在那邊看 然後小姐說快摸啊 你說沒有不用了 我不想摸了 你就走了 你只要看而已 你沒有要真的要摸 有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我們很小氣 而是說 真的我們靠照片真的 沒有辦法了解太多的細節的狀況 那像 其實不要說這個禮拜 我幾乎三天兩頭 三五五十 每天的 大概都會遇到類似這種 這種問題 比如說小師哥我去哪裡 看了一台幾年的馬三 然後里程這個多少 也沒有事故泡水 還有認證 他要賣我多少錢 那請問可以買嗎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知道嗎 因為 我真的我看不到東西 我不知道該 萬一我跟你說 可以買快去買 結果你買了 我靠北剩下 回來收你再趕口 趕口來 阿你就跟小師姐跟我講可以買 對不對 阿所以 我也不能去跟你說 可以還是不行 可是呢 不回答你 又好像 我們很小氣 有時候就兩難的你知道嗎 一邊是友情 一邊是愛情 左右都不是為難了 自己 對 所以我真的有時候遇到這類的問題 我會覺得不回 像我們小氣 阿回了又 感覺又怕害到人家 跟你說可以買 價錢合理 可以買 然後再來一個 你說的認證 誰認證 是戀才聯盟的認證 還是XX聯盟的認證 對不對 我不曉得嘛 那認證可不可以信 不是 我當然覺得清楚表達為難處 觀眾會理解 問題是當一天有 十幾二十個人 兩天三天四天五天 每天都有人在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每一個都花這麼多的時間去解釋我的難處 所以我現在在直播上面講 是不是 再剪個精華 那讓大家去看一下說 其實這類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不回答 不是說 我們很小氣 而是說 一台車需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 再來一個我剛剛講 認證有沒有用 認證是戀才認證 戀才聯盟認證 還是怎麼樣的認證 我不曉得 每天都可以認證 可認證 可認證是怎樣 好 就算可認證 認證真的準了 那回來 你還有多少耗材要換 要多少東西要修 有沒有漏油 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 有點為難 那我統一在這一邊 這個 再做一下解釋 我希望有看到的人 就不要問我類似的問題 因為會顯得讓大家都有點尷尬 因為我不知道該不理你好還是理你好 所以有一點點痛苦 所以我還是講到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 這個現在有很多的評價機制 或者是這個網路上都可以去查看看 有時候 有些人賣車有沒有 你Google一下 這個他的電話號碼 Google一下店名 也許你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可以去參考一下 對不對 評價就是做個參考 像有時候 這個我們要去吃餐廳 欸什麼 今天要什麼 開這個節目 今天要幹嘛 我們也是先 參考一下Google評價 對不對 人家都已經幹掉到死了 你還要去買 我有話題 當然 更不要說 剛剛有人講隔空問診的問題 我遇過很多不止一個喔 他說小師哥 我的車是幾年的什麼車 今天亮了一個引擎 確個燈 請問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問題 哇 哇 哇 這個問題你就算拿去問這個20年的修理技師 50年修理技師 他可能都沒辦法回答你 亮一個電腦燈可能是什麼問題 你要不要去Google一下說這個亮電腦燈看別人都什麼問題 基本上電腦燈只是在跟你講說我有一個bug 我有一個錯誤了 那至於詳細的是哪裡的bug 哪裡的錯誤 你當然要連接原廠的診斷電腦 你才可以知道說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有可能是很小的問題 有可能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基本上喔 這跟著看小師長知識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你們在儀表裡面看到引擎燈的燈號 一般它的燈號的顏色是黃色的 所以如果是黃色的話 坦白說 代表這個問題不大 好代表問題其實不大 所以是黃色的齁 你代表你車就是可以使用 但是要溫柔一點使用 然後這個儘快 儘快的到這個保養廠修理廠去檢測 那這個紅色不是要趕快處理喔 我看到這個Chin10說要趕快處理不是 紅色的話燈號亮的是紅色就是不能開了 你必須就是要熄火靠邊停熄火 設立好安全警告牌 紅色的燈如果你看到你儀表板裡面亮出的故障燈號是紅色的 就是不能開了 好所以你要記得喔 看小師長知識儀表板裡面的故障燈 看不懂它沒關係 你覺得它像神燈還是像一個刺客 還是像這個有一個人做著大便 那個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看到那個燈的顏色是黃色就代表 還可以開但是儘快的找修理廠檢查 那如果它儀表板內亮的是紅色的燈就代表 不能開了你要熄火安全的停好之後 放好警告牌熄火 聯絡脫掉車紅燈就不能開 好不好這個可能也許老司機知道 有些小司機還不知道 好不好講給小司機聽 要不然每天這樣講 也不知道這個有沒有新朋友進來 你看我長得像是會隔空抓藥的人嗎 對啊 我們在小司機車在做就這個事情 你今天你跟我們買車 我們配一個服務人員給你 你有任何的問題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 九年十年小司機車沒到服務人員還在 就算服務人員不在換了走了 離開小司機車還是會換新的服務人員給你 如果沒有服務人員服務人員都找不到 你私訊粉絲專業小司也會回 所以跟我們買車就等於什麼 你交了一個稍微懂車的一個朋友 你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問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初衷好不好 不要說在小司機車買了車出了問題 不敢問小司機車去問別的中古車行說 我在小司那邊買一台這個車 現在怎麼樣怎麼樣 請問是什麼問題 你為什麼不來問我就好了對不對 合理嘛 氣囊燈也是紅的所以不能開 氣囊燈亮了你開一開 把它爆出來對不對 我跟你講一個故事好不好 以前我賣過一個有錢的少年那一台車 他18歲就來買車 家裡還不錯過 爸爸18歲就買一台中古車給他 四五十萬就這樣買下去 跟這個朋友去陽明山跑山 載他朋友 玩家了 tweeted 安全氣囊爆開了 這下子有趣了 他買那ę車我記得很多年以前 那 他那是單安的 我印象很深 他是當安全氣囊 然後路山裡後 安全氣囊就爆了 只有駕駛座這顆爆 副駕駛座是沒有氣囊 我好像記得是2.0s的focus 很好笑 有氣囊那個受傷 副駕駛座沒有氣囊的那個人沒事 他那個臉受傷是被氣囊打的 來的時候臉腫起來 我說好人沒事就好 你怎麼這樣 被氣囊打的 我說你朋友咧 我朋友沒氣囊沒事 所以有時候氣囊 沒有啦不是叫大家不要買氣囊 是有時候遇到這個狀況也很好笑 有氣囊的反而被被氣囊打到 那我有以前遇過類似的案例就是有戴眼鏡的也要注意啦 好有戴眼鏡真的有時候氣囊 其實戴眼鏡開車有時候氣囊爆開是有一點點危險 會受傷臉會受傷是真的 好是有一點點危險 講到氣囊這個蠻好笑的 小師哥有搭配的維修廠嗎 有啊可是我們維修廠只有安排給我們這個 我們買車的客戶使用好不好 因為其實有蠻多粉絲朋友會問叫我介紹修理廠 我們其實不太 幫人家介紹修理廠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好不好 可是還是很多人在問 那可見是這個 還沒有 注意看我們的直播跟我們的剪輯精華 請問去保養廠保養要怎麼說來的目的才不會被敲足槓 哇這個很難耶 這個有點難啦 那建議這個保養廠還是要找 比較 知名的保養廠 保養廠現在一樣有評價 真的一樣有評價 那再看看你去的感覺 那覺得他們說明的 好不好 這個因為很多保養廠 看到 假設你是女孩子 我看你的名字 我假設你是女孩子 看到你是女孩子 或看到你是宅男 不懂車 有時候就會想要 框看看框不框的到 所以其實有一點麻煩 你又不是真的懂 那你再怎麼懂 你也不可能有修理廠懂 懂嗎 所以 我建議如果你的 車子的問題 不是很利極性的 那你一樣 貨比三家不吃虧 研究一下評價 或者是有些社團 車友的推薦 對不對 跟你同款車 大家都去哪裡修 那至少你可以 保證一下說 這個服務品質還不錯 才有人 才會有人推 那至於專業度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了解一下 因為真的 修理廠的水 不比二手車行錢 好不好 真的啦 有些修理廠 那個是真的是 放長線 吊大魚 你知道嗎 套路的其中一種 我沒有在說全部的修理廠 像有些修理廠會 剛開始讓你覺得 哇好nice 然後好像他會用一些說 我幫你省錢 這次不用太錢啦 你這不用啦 不用用這樣 我自己用用 讓你感覺說 很棒 他會幫我省錢 我跟你講 消費者都很容易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很容易被這樣子的一個 氣氛所引導 就像這個 如果有一天有機會 一個女孩子 去你家過夜 他喝醉了 對不對 你沒有對他怎樣 你把他弄得好好的 然後你睡地板 你睡外面 然後他睡床上 隔天起來 哇 這真是一個好人 這個我喝醉了 也沒有這個 趁亂撿絲亂來 有沒有 這個叫什麼 放長線 吊大魚 以後你才有機會 不過也不一定啦 有些女孩子會想說 你真的 連禽獸都不如 對不對 晚上睡覺的時候說 你如果晚上對我怎樣 對不對 你就禽獸 結果隔天睡起來 你真的沒怎樣 他說 阿媽的你連禽獸都不如 但是這個機率是低的 因為這是男人幻想的 好不好 大部分的女孩子還是希望你是這個 Gentlemen 你是這個 紳士的 真的晚上都沒有對人家怎樣 放長線 吊大魚 看小師長姿勢 所以有些休息場可能會用這種氛圍 讓你慢慢的慢慢的習慣去他那邊 有小問題幫你弄一下不收錢 燈泡換一下不收錢 弄一下不收錢 未來 一次就給你好生 跟女孩子一樣 有沒有 一次就要給我好生 我們線上現在也是會有一些 女生的這個 聽眾朋友 我們實在不適當在用這種 物化女性的這種比喻 來講這種事情 好不好 小師哥我朋友最近也買了一台中古車 車子感覺還不錯 但是比行情貴了兩三萬要怎麼安慰他呢 這不用安慰啊 買了就買了啊 我跟你講 這個問題又您這個問題我也常遇到 他已經買了 小師哥我買了一台幾年什麼車 多少錢算不算貴 我跟你講喔 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都已經買了 啊我跟你講說看你白癡喔 你判了喔 你怎麼買那麼貴啊不跟我買 我跟你講正常的車商操作是這樣 對不對 先打針嘛 住俠嘛 白癡喔 他認識了 你就認識我 你不跟我買 去跟別人買活該 買貴要死 有空車我幫你檢查一下 就檢查一下嗎 一直閒一閒一閒 買到爛車嗎 呸 有沒有 不爽嘛 因為你不敢買啊 你早來問我 這第一種操作 那第二種操作 我會覺得說啊你都買了 我要怎麼回答你 我就只能不會啦 車不錯就好了 我通常 這個反正喔 我這個 錢賺不到了嘛 有沒有 好啦買了就好了 沒事就好了 覺得還蠻好開就好了 這我覺得沒有什麼好 對不對 人母都帶下去啊 登記結婚也登記好了 喜酒也辦了 問你說你覺得我娶這老婆怎樣 你才去跟他講說 我覺得 老婆很勢利啊 人也蠻雞巴蠻難相處的 對不對我們這群朋友出去吃飯的時候 夾一塊很大塊 都坐在旁邊 不可以殺小人 你這個母很賣賊 你又給他帶 你會去講這個嗎 正常的操作不是這樣吧 正常是之前就要講了嘛 你之後來問你要我怎麼回答你 五代是我跟小明拍那是五代是不是 那是新款的啊 蘇巴路那個車我目前觀察起來 買二手車很划算 我後來 其實我研究市場有發現一件事情 蘇巴路的車其實二手車市場 數量不太多 那你會覺得說可能是他賣的不好 可是其實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很快都被買走 我的感覺是這樣 因為他價差夠CP值夠高 所以二手的蘇巴路我後來覺得 但是要挑 真的要挑 因為我發現蘇巴路真的有蠻多 開蘇巴路的車 車速都開蠻快的 真的都有在跋山涉水 也不在少數 如果你們自己在路上有在開車 你們去觀察一些蘇巴路的車 其實我坦白講 其實車都開得蠻快的 感覺 以比例來講 我自己遇到的狀況 這不是什麼官方數字 所以我說蘇巴路CP值高 可是車礦買的時候 二手車買的時候 可能也是要注意一下 但買新的 就有一點小貴了 然後他後續零件保養起來 坦白說 我稍微之前遇過幾台零件 坦白說我覺得 零件價格不低 那個真的是進口車的價格 水瓶對我引擎很有感 有啊 很好開啊 還不錯車又硬 我覺得他開起來就像日智的VOVO 他開起來感覺跟VOVO 我覺得調性有一點點的像 我的感覺是這樣 ㄟ 感恩喔 感恩俊凱 哇這俊凱要給他披露一下 我們這個俊凱應該是 沒意外是這個 馬自達的優良業務 這個我幫你置頂一下好不好 要買馬自達新車可以找他啦 那這免費宣傳的啦 好不好 送宣傳啦 既然他要送出10顆星星了 我們就符合他 這個10顆星星的效果 幫他置頂10秒鐘 話說完剩5秒 喜歡歐洲車不想修車是不是只能買日系的 這個問題有BUG啊 Shabby Shabby rig 你喜歡歐洲車 那就要買歐洲車 沒有 喜歡歐洲車不想修車這種問題 好不好 就是這個保修一定要比較貴 大家 去想嘛 你為什麼喜歡歐洲車 那你如果喜歡歐洲車 大於日系車 為什麼 這個 你不能去承擔他的 維修保養比較貴一點的 這個問題 那真的如果 站在經濟的角度 你覺得承受不起 那就 這個選第2喜歡的 好不好 不要選最喜歡的 不會啦 我覺得喜歡歐洲車 你總有一天買得起 其實沒什麼 然後這個 Subaru金幅巷 油華金幅巷我賣得到很多台 以前超流行的 後輪驅動有四驅跟後驅 我印象沒錯的話 然後他引擎在後面 很會抓溫度 你看零力整排玻璃都是平的 Subaru最後一排玻璃是 直的 一般玻璃都放橫的 從車側看 前窗後窗都是這樣橫的 一直到後面的小窗都橫 那Subaru的金幅巷最後一個窗 轉過來 變成紙超過 那個就金幅巷 那很可愛 那以前流行 然後改成那種 福斯T1的那個車頭 那後來 所有的監理站 都收到一張公文 我有去看過那張公文 他風聲鶴唳說 這一陣子我就是要抓改這個車頭 那很像我們以前在當兵的時候 如果有當過兵的就知道了 平常都會怕忙 長官要來檢查哪裡的時候 那邊就弄得特別好 或者是最近這個出了什麼事情 比如說有人這個 吃飯驚到 有人被貢丸噎到 掛了 我跟你講那陣子就不能吃貢丸 不會有任何圓形的東西 出現在餐盤上 那個風聲過了就又有了 大概都是這樣 這個 這個銀掌來點一下 還是這個什麼 長官來點一下哪裡 之後這一陣子大家就 弄得很好 這是 這個大家要習慣了 這個體系就是這樣 台灣這個體系就是這樣 我常常習慣性講說這個全省 然後很多人就會講說 小事台灣已經不是省了啦 台灣的國家 不要講省了 我就講習慣了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有時候這個 台灣省台灣省 說習慣啦 有時候好笑好笑笑笑笑笑笑 有沒有 就說全台灣省只有你一個 比如說嘛 這是一個 這個苦手用語 對不對啊我當然知道 台灣不是省啦 你說婦威威喔 如果依年紀來看我的年紀是還有省長的年紀耶 對不對 啊有時候那個就是一個 苦手好玩而已啦 不用想太多 真的啦沒有什麼 不要什麼都要犯政治話很累 政治話我只是想唱水手那個叫政治話而已 很累 小事話你跟誰拍影片喔 有沒有 有沒有 誰跟我買車我就跟誰拍影片啦 好不好在此呼籲 線上如果有各個 這個黨籍的 同胞朋友們 各個黨相關裡面在任職的每位朋友 立委 市議員 沒關係什麼小都好 你來買車 我們就可以拍片 沒有限定什麼黨 不管是這個 是說 大部分 應該也不會買二手車 大部分也不會買二手車啦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沒有那個啦 沒有我那人沒有什麼這個 政治形象 開玩笑歸開玩笑 對不對有時候開開韓總機玩笑 有時候開開香菜英文玩笑 都沒關係嘛 對不對 小維尼 小熊維尼玩笑我們也是開啊 不要想太多啦 真的啦 那個每天睡醒 弄一些 鳥事生活的鳥事 公司的鳥事就夠累了 怎麼還有頭腦去想到那些東西 真的啦 所以我在這邊 歡迎這個各黨各派的人士來跟小絲買車 好不好 相逢自私有緣 有買度色無買感謝 大家 開工後 會感到這個 會感到他的歡喜 會快樂 會開心 大家都是好朋友 都沒關係 這真的 我們這個是沒有這個任何黨派的 好不好 不可能聊政治 總 contents 講到一個 重點 生活上有更多重要的人事物 沒有錯 往往都忽略在你身邊 離你最近的 東西跟人 看到那麼遠 看到那些明星政治家序 那個太遠了 真的離你太遠了 有啦 車子 董車弟就是今天的王俊凱啊 董車弟 馬自達的 我們的這個新莊是不是 我記得是新莊鎖啦 王俊凱 如果說這個有新車馬自達需求可以 有有有來了啦 你現在才想到要打太慢啊 我都被他下線啦 現在加BGtime 你才打出來 這個馬自達的大家可以找他一下 有來聊一下這個蠻認真的一個年輕人好不好 這個去喔 不用給小師面子 直接給他攏 不是啦 不是那個攏啊 價錢直接攏下去 沒關係 這個車的問題 董車弟 這個音樂的問題董音弟 有沒有 就大概是這樣 你們那個價錢就直接給他處理下去了 沒關係啦 不用給我面子 好不好 好不好 報小師的名子只能做業績賺不到錢 直接處理了 沒有關係 好啦 時間差不多 10點沒了 嗆小師的名子直接打八折 沒有 我沒有這樣講喔 因為嗆我的名子來我店裡也沒有八折 我不敢去了 那邊也要不要跟人家要求八折 沒辦法 跟你保證 不會給你亂搞 這樣就好了好不好 價錢你們自己就是要跟他處理 不用客氣 不用給我面子 好不好 那因為這個目前以小師的知名度來講 如果有線上有各大廠牌 新車公司的正妹業務員 私訊喔 要給你私訊小師 要不要給你打功課 讓你生理沖沖 我現在很可憐 我現在媽的 線上找乾爹 直接媽找乾爹了好不好 如果這個我們也可以開闢新的 新車業務對不對 不管你買什麼都沒關係 都來都來 我們直接處理一個這個線上的一個廣告平台給大家 你想想看 短短這個幾分鐘的時間 幾萬人觀看 沒有線上只有幾百 對不對 精華減下去就幾萬人觀看了 可以隨便也放 要放七七四十九天 這個快樂時間過的總是比較快 我們今天又到了我們下播的時間了 好不好 這個老闆娘回來了 我們講話也這個 當然不會有什麼影響 但是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就是該這個回家下班 因為老闆娘已經離開我兩個小時了 可能覺得有一點 身靈上心靈上都需要我了 所以我必須這個時間到 我還是快點下播去 陪伴我們的老闆娘 好不好 要不然我怕她受不了 身心靈都受不了 吐屁 吐三小朋友 好啦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我們 放動